四川地震,一名学生的逃生经历 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时,与其相邻的北川县中学高一九班的70名学生正在学校的旧教学楼内上物理课。 两栋五层的旧教学楼在地震中倒塌,当时造成近千名师生被埋在倒塌的教学楼内。 高一九班学生高凤鸣幸运地从这次地震中成功获救。 据高复明回忆,当时的70名学生中只有30多人成功逃生,正在高一九班上物理课的老师高全也是在帮助学生逃生过程中受重伤后获救的。 据了解,北川县中学有近60名教师被埋在倒塌的楼内,同时北川县城境内其他的四所学校中有一大批教师救出了数百名学生,有的教师在救出学生时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